家中有年长者真的要特别注意老人家的行踪 日前在台东的多梁派出所远景执行巡路勤务时接获报案 说在台九线411公里北上车道 有一个老翁机车油料耗尽停在路边请警方帮忙 远景到场之后发现说这个老翁他家是在高雄 不过因为迷失方向他一路就骑到台东了 最后赶快联系家属把他给带回 结束了这场惊魂祭 远景上前关切停在路边的机车 这是日前发生在台九线411公里北上车道 多梁派出所警员在进行巡逻行务时接获报案 表示有一名流行老翁机车油料耗尽停在路边 由于担心老翁安危因此请警察协助 远景上前了解才发现老翁为家属通报的失踪人口 急先将老翁在返派出所并通知家属接回 日前接获民众电话 陈台九线411公里北上车道有老翁骑机车需要协助 经远景到达现场该老翁身上并无任何证件 透过警证人脸辨识系统查询发现为失踪人口 待反所安抚并联络家属 大五分局呼吁家中若有高龄者外出尽量由家人陪伴 或在身上放置联络小卡片 多一份关心少一份担心 在派出所内远景与老翁闲聊才知道老翁原是要从高雄友人住处起回家 但一时迷失方向一路骑到台东 最近老翁并无大哀也让家属松了一口气 在此大五分局也呼吁家中有年长者外出时尽量由家人陪伴 并请长辈攜带身份证明及电话 若有失联情况可向警察机关请求协助寻找 而民众若发现有需要协助的民众 也请通知警方多一份关心少一份担心 这种节太麻里想不到